我他媽覺得他根本就在睜眼說瞎話 他覺得這個是不透明 我覺得這個是透明 要怎麼想 對嘛 觀眾你怎麼看 有沒有放小抄你也看得出來啊 我裡面沒有放小抄吧 立可待 我推薦的是這一排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葉體老師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 兩個跟鉛筆盒有關的故事 第一個呢 就是我因為一個鉛筆盒 我居然跟考場的考官嗆了起來 欸這個有點丟臉 所以我到現在才跟大家分享 第二個故事呢 就是有一些同學問我說 欸葉體老師啊 你也參加過大大小小的各種考試了 那你的鉛筆盒到底都裝了什麼法寶 是不是這些法寶讓你上榜的呢 那哎同學怎麼都沒有人問 葉體老師的腦袋裝了什麼 都問鉛筆盒裝了什麼 哎不管 故事 我先從這個考試的故事說起來 那個時候參加的是地方特考 也就是說我這一系列的考試人生裡面 最後一場參加的大型考試 那個時候技師還是高譜考都已經考完了 所以其實我那個時候已經算是 之前參加過了三四場 已經算是很有經驗了 那那個地方特考是一個工作考 就是說它是一個地方政府舉辦的 如果我考試考上了 我就可以去地方政府工作 那後面的故事大家也就知道了嘛 我就確實也考上了 那也是在政府機關待了兩年左右 那一天我會進去考場 因為我前一天並沒有先去看位置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是有點懶了 那個考場就在我家旁邊 我就想說我前面也參加過那麼多考試 我就是進去寫一寫就好了 隔天到了現場 我去才發現 哇靠我居然坐第一排第一個 欸真的是 寶座 就是很冷啦 因為那個時候十二月 很冷 然後你又很容易被考官盯的一個位置 第一排第一個 那我去的時候呢 發現我桌上居然沒有補習班的廣告文宣 哦 其他桌上都有 因為我從前門進去 第一排第一個 放很旺區很明顯 然後我想說 靠杯一定是跟我很熟的那個補習班�臺小姐 第一個就看到我的名字 就懶得發了 我後來回去問他 他也跟我說 啊對啊 啊就你啊 你不就浪費紙 欸什麼 欸欸 什麼浪費紙 給我一張紙 讓我練習計算一下也好好不好 不要這樣 我跟你講我們那個地方 對於土木來講 有兩家很大的補習班在互相競爭 然後有時候想想也很好笑 那個A補習班的那個文宣就說 欸 如果你在B補習班補習沒有補好 那你拿他們的報名收據 來我們這家補 欸可以給你打折耶 我看起來就說 這根本就是跳槽方案吧 後來我就 因為那個離考試才有一點時間 我就在那邊坐著想說 欸 如果有商業頭腦的話 這兩家補習班 是不是可以來合作一下 來個 互跳方案 在A補習班報名 然後考不好的 就比較便宜的價格 跳去B補習班 啊B補習班報名考不好的 又可以用比較便宜的方案報名 A補習班 哇 完美循環 賺錢 勇動機 發大財 好 就這樣 時間來到了考試的前五分鐘 我們考試有兩個鈴聲 第一個是考試預備鈴 就是他預備鈴打了之後 過五分鐘會打 第二個正式鈴 正式鈴想了之後 考試才正式開始 那個時候其實 預備鈴已經想了 我人已經坐在第一排 第一個上面 就這樣 我就在等他 等他想 那考卷才會發下 然後這個時候人已經到了 就是我往回頭看 後面超多人 那時候其實我壓力超大 因為你坐第一排 往後看真的人就很多 那個目光壓力都在你身上 然後 居然在這個時候 今天考官就突然 Cue我 他Cue我 就說 欸 同學 你的鉛筆盒 不是透明的 欸 你這個時候跟我講 我壓力很大 我很緊張啊 你在 預備鈴想完的這五分鐘之內 跟我講這件事情 我去哪裡 剩一個鉛筆盒 還是 我要把筆通通繞出來 給各位看一下我的鉛筆盒 我鉛筆長這樣 我鉛筆長這樣 它是一個 灰色半透明的鉛筆盒 我等一下會開箱給大家看 但是先聽我把這個故事說完 對 我就想說 考試規定 確實是要透明的鉛筆盒才對 不過各位也看得出來 這完全看得出來 我裡面有什麼筆 裝了什麼東西 對 這個不叫透明 他說這個不叫透明 我就想說 它只是灰色 它有網格耶 各位知道 它有網格耶 我裡面裝什麼 會分不出來嗎 他就說 你這個 不 對透明有一點疑問啊 他就叫我說 你去換一個鉛筆盒 我想說 欸 五分鐘 打完零了 等你講到這句話已經四分鐘 啊 我現在剩下三分多鐘 我去哪裡剩一個鉛筆盒 但不然我把筆 通通到在桌上 我就開始有點不太開心 我就跟他說 呃 欸 其實那個當下 我跟他真透不透明這件事情 一點意義都沒有 因為 第一個 我他媽覺得 他根本就在睜眼說瞎話 第二個 你要硬要扯透明 他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 啊 他都可以說這個是不透明了 他就是 又是一個很主觀的東西 他覺得這個是不透明 我覺得這個是 透明 啊其實 你要怎麼想 對嘛 觀眾你怎麼看 我就想說這個 有沒有放 有沒有放小超 你也看得出來啊 我裡面沒有放小超吧 什麼 你說這是什麼 欸 這不是小超啦 這是什麼 小草 這是小草 這個小草還很 客家 客家小草 欸 這不是小超啦 對 反正就是這樣 我那時候就 很不爽 然後 他如果這個有透 沒有明 我說 透 對啊他很透氣 可能他會透水 他有沒有明 我覺得很明 他覺得不明啊 他就問 另外一個 考官怎麼辦 我那時候覺得超丟臉的 後面一群人都在看我 我怎麼考試 還有人在笑 然後到最後還有一位 甚至變成我後來 公家機關的同事 他也跟我說了這件事情 代表說 他也覺得很好笑 他就覺得看一個 第一排第一位的人 看考官 在草籤別人透不透明 非常的滑稽啊 我就跟他說 欸 我考技師的時候 我 隔壁的用無銀良品的那種都可以了 無銀良品的長什麼樣子 給各位看一下 欸 我手上沒有無銀良品的鉛筆 就是長這種 類似這種 這種透明程度的都可以了 我考技師的時候都可以了 我現在考地方特考 他跟我說 這個叫不透明 我考技師的時候這個叫透明 我考 而且說實在啊 那個考試 其實其實是看考官的主觀 去判斷說 任何的東西 啊你有疑問 你在後續在申請事宜 啊不對啊 但是我那時候考試只能下五分鐘了 其實我當下已經 報值了 要把筆統統倒出來 倒在桌上了 這個方式去考 但是 好 他聽我說 啊我考技師都可以 他就 欸他就 讓我用 他就讓我用 他說 喔 技師都可以 欸 超沒有原則了 怎麼怎麼會這樣 其實我考技師的時候 那時候還發現一件很扯的 的事情 我自己用的計算機是這個啦 我自己推薦各位國家考試的神器 這個 我都用這排 E-MORE的計算機 我覺得他比CASIO的好用 這一排計算機 我其實有一個 這是我特別去買 因為他已經停產了 但是他好用到 我覺得 我應該再買一個備用起來 以後未來我會想 買不到的時候 我就是要用這台 這台我從大一 什麼都不會的時候 我就用他 用到我去考考試 國家任何的國家考試 我都用這台 這台真的好用 這不是業配 但是 各位想知道型號的話 在底下留言 對 那 反正這個故事就是這樣 我那時候考技師的時候 我隔壁那個同學 一次帶三台計算機在桌上按 是怎樣 他是在打電腦是不是 後來也有一些考場的同學 跟我說 他的兼考官 說一次只能使用一台計算機 你用壞了 你在哪 就是每個考 考場的規定 其實都非常看考官而定 我覺得這個是透明 他覺得這個是不透明 啊 這超無聊的嘛 這有什麼好吵 反正我後來也是考上了 不管 那我現在就要開箱 我考試的 鉛筆盒給大家看 其實這個不完全 算是我考試的鉛筆盒 這算是我一般在念書的時候的鉛筆盒 給各位看一下我的筆記好了 我的筆記其實都是五顏六色的 今天順便 因為我之前有分享過 再分享一次 對 差不多我的筆記 其實基本上就是 黑色 藍色 紅色 再加上 紫色 淺藍色 鉛筆 類似這幾種 我是五顏六色的 因為我 我就 我就喜歡五顏六色嘛 考試的時候 我還有另外一個 考試專用的 簡易型鉛筆盒 裡面就會放 二筆鉛筆好幾支 我基本上會放三支 因為 我其實很怕有什麼意外 二筆鉛筆三支 黑色原子筆三支 藍色原子筆三支 那我的原子筆 其實牌子都是 這種牌子 和這種牌子的 這應該很常見吧 很多國高中生都會 國高中生都會有 這兩種 那它的粗細呢 我先講 就做筆記而言 這種牌子的 是 這什麼 白樂嗎 還是三零 算了 這應該是白樂 這應該是 UNIBO的 對 這種我會 用0.4 因為 大家不相信 大部分的學生 都是用0.4 或0.3的在寫 啊 我個人的習慣是 0.3我覺得它太細了 第一個容易斷 第二個我覺得它 細到會讓人寫太慢 像 常常 操筆記的各位一定知道 0.4的 超久了 手會痠 但是它可能會比較快 因為它 你就0.4的嘛 你就是 我不知道怎麼講 你超久了就知道 啊 0.3的 你就會超很慢 因為它很細 你要慢慢勾了 但當然你的力道也不用這麼重 啊 這種的話 我有 0.38 和0.28 我都會買0.38 對 因為它就是接在0.3和0.4之間 理由就是這麼簡單 那這兩種 其實我都是 從小到大 我都是交替使用 兩種都很好用 但是兩種都會 寫膩 就是 手 寫 寫某一種筆 寫久了 手 都會 疲乏那個手感 我就會寫到手 不太舒服 我就會換一種筆 對 所以這個看各位 所以我在抄筆記的時候 我這兩種 牌子的筆 我都會有藍色 紅色 黑色 如果是要比較不同顏色的話 比如說綠色 紫色 一樣兩種都會 對 那 第二個推薦的來了 重點來了 立可帶 立可帶 我極不推薦那種 坊間很常見的兩種 一種就是 我沒有那個東西 但是相信各位都知道 我在說哪一種立可帶 另外一種就是這樣 很像列車形狀的那種立可帶 我手上也沒有 但相信各位知道我在講什麼 唉唷 這就是台灣人的默契 台灣學生 只要聽我講 就知道我在講 哪兩種立可帶 但是 上面兩種我都不推薦 我推薦的是這一排的 對 這一排了 雖然它 已經被我磨到 不知道它是什麼品牌 但你相信你去 墊腳石還是金石塘 都找得到這種文具 真的 真的 去光蘭還是什麼的 就是 它也是抽拉式的 這個也很貴 但相信我 它真的很好用 它真的很好用 我一開始 用那種 列車式的那個立可帶 那個 一開始很好用 但是你用到最後 你會發現你根本 嚕不出來 不然就嚕了很容易掉 搞到最後你的那個 紙張的那個印 都被你那個 刻很刻到很深 結果立可帶根本還沒 都沒有 都沒有 印上去 很氣啊 兩種都一樣 不好用 我推薦 最推薦這個 好 講完了 筆和立可帶 講橡皮擦 我最推薦的橡皮擦 是這款 對 那當然 一般橡皮擦來講 就是 很常看到三個嘛 就是這種 比較深藍色的 另外一種是 淺藍色的 是 黏屑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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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另外一種是 黑色的 我不知道 我不管形下種 但 我用過現在 我還是覺得 這個最好用 真的 這個最好用 再來呢 我 筆心的習慣 我是會用 H和2B 這就看你在 考試還是在抄筆記 不一樣哦 在考試的時候 我會傾向用2B嘛 因為 計算什麼的 2B其實很快很滑 因為你考試的時候 你也不擔心 你的紙會黑掉 還是什麼 但是 抄筆就不一樣哦 抄筆記 我比較不喜歡用2B 筆心一定是越黑越軟嘛 2B 3B 4B那種 我都會覺得 會讓我的筆記本變到超髒 所以我不太喜歡用 但是呢 說到 H以上的 我又會覺得說 它太容易斷了 很難抄筆記 所以 我基本上就是用 H F B 剛好在標準值的正負左右 那 螢光筆的話 我沒有特別的 但是螢光筆的話 我有特別 不要買什麼 我不喜歡用蠟筆的螢光筆 因為每次都捲到 捲不出來 橡皮擦也是 橡皮擦 我不推薦那種用暗的啊 就是 或者是用轉的那種 怎麼講 就有點繪圖在用那種 那種我也不推薦 啊 剛剛講 立可帶忘記了 立可白我也會帶一支 因為 有時候 有些狀況下 不允許你一直用立可帶 比如說 你一直寫錯很多次的時候 我就會想考慮用立可白了 對 那 國家考試沒有差 國家考試 如果你寫錯了 你就直接在上面畫掉就好了 因為 老師也看得懂 你主要是你答案正確 計算正確就好了 然後呢 其他就比較不重要啦 對 我剛剛說我考試的時候 我會帶 兩個鉛筆盒嘛 一個就是我這個 平常 平常在 做筆記在用的 另外一個就是很簡便型的 就是 裡面只放了 2B鉛筆 還有 橡皮擦 還有黑色 藍色的筆 這些各三支 立可白立可帶這樣 那 當我真的要進考場的時候 我其實會 兩個鉛筆的拿來合併在一起 去組裝說 就等於說 Pro版的鉛筆盒 就是我平常在用的鉛筆盒 再加上2B鉛筆那些套組 就可以去考試 說實在 我還真的有幾次 因為我們多準備幾支 就是怕意外發生啦 我還真的有幾次就是 2B鉛筆斷掉 掉到地上直接滾走了 還有就是我黑筆寫到斷水 所以真的不要鐵齒 我一律就是 三支 三支 為什麼不要準備 兩支呢 因為兩支 老天要你亡 你不得不亡啊 一支給你斷水 一支再給你刷一下 不用考試 所以我覺得三支 因為我覺得說 你三支斷水 真的斷水就是 啊 就是命中注定了啦 你第一支斷水 你說這個是機率 第二支斷水 你說風水不佳 旁邊有鬼在弄你 你第三支斷水 老天要 要你沒有墨水 你 你就是沒有墨水 啊為什麼不要四支 不吉利 不要 迷信 寧可信其有 差不多就是這樣啦 這就是我去考場的故事 那 喔 說了一個 我要再分享 最後一個非常靈驗 又非常恐怖的事 就是我 我考前都會去廟裡拜拜 那個時候我去拜拜 就我之前有一支影片分享說 我考試的時候覺得如有神助 事後想想我發生的這件事情 也讓我覺得如有神助 就是我去拜拜晚 是在我考試的前幾天 然後呢 就在我考試 我隔天要土木祭司考試的 的晚上 我按那個計算機 我用了四年的計算機 我從大一就買了 所以我基本上是用了四年到五年 在考計時前去給我煤電 哇 嚇到我 趕快花五十塊去中表行換電池 真的好險 用了四年 就是在那一天沒電 還好我有去拜拜 我覺得神明提醒我 如果神明沒有提醒我 我可能在考試當下 計算機沒電 欸 你比 可以帶三支 但是你計算機 沒有人會想帶兩個計算機 或三個計算機吧 有啦 後來 那件事情之後我嚇到了 因為我那個真的是有點疏忽掉 後來我考過要考試 我真的一定帶兩個計算機 但這邊聽我一句 你要買兩個計算機的各位 你兩個計算機 最好是一模一樣的型號 為什麼 因為有些計算機 它的公式 按法會不一定 有些是先按Shift 再按什麼 有些不一定 所以 這個的話就真的是要看 各位去考量這樣 好啦 今天講的有點多 我是野體老師 希望你們喜歡我今天的 鉛筆盒開箱 還有我的故事 按下訂閱開啟小鈴 那 再按一家 belki 嚇聯 se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